未惊人士的女孩被顾客缠住陪酒 在老板的怂恿下 女孩只好硬着头皮喝下了一大杯白酒 很快女孩就喝得醉醺醺的 房门都顾不上锁 迷离呼呼地回到宿舍睡觉 可是年轻又风鱼的身体 散发出的诱人味道 很快就吸引了豺狼的到来 深夜 老板偷偷摸进豆豆的房间 不顾他的挣扎与呐喊 强行玷污了他 遭遇了这样的打击 豆豆再也无法摆下去 连夜赶回了家 面对父亲的关心 豆豆也只是无助地流着泪 豆豆从小就失去了母亲 这样的是他实在无法向父亲开口 就连面对男朋友的询问 他也羞愧得难以启齿 只能跳进河里不停地洗刷自己的身体 仿佛这样 就能洗清那个恶魔的痕迹 可惜豆豆的心情还未平复 另一个噩梦就开始上演 这天 豆豆吃饭时突然出现了孕途反应 未惊人士的豆豆只以为是自己吃坏了肚子 可是父亲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 他找到村长家 托村长媳妇问问豆豆到底怎么回事 毕竟他一个男人不好开口 看着像母亲一样的婶婶 豆豆强忍地委屈终于发泄了出来 眼看自己的事再也瞒不住了 豆豆向男友坦白的一切 还说自己要去告发老板 男友难以置信地看着豆豆 心里既心疼又愤怒 身为大学生的他非常支持豆豆告发 还愿意帮助豆豆写告发信 父亲和哥哥得知此事后 首先就找到村长帮忙 豆豆表示自己一定要告老板 村长一听就要去找老板的麻烦 可随后 他又听到豆豆说要告到公安局去 立即停下了脚下的动作 嘴里的话也变得敷衍起来 表示一定会给豆豆讨回公报 第二天 村长将村里的老人都叫到了家里 商量豆豆的事到底怎么解决 他给大伙提出了一个方案 如果告了老板 那豆豆的名声一定受损 倒不如拿钱稀释宁援 哥哥一听说可以拿到两万块的赔偿 眼睛都亮了 当即表示愿意接受和解 就连村里的老人也同意了和解 女孩被老板侵害 还郁郁出了新生命 父亲却为了给儿子娶媳妇 两万块钱就把女孩卖了 他甚至觉得老板给的价太高了 不敢的 咱们可不能讹人的 讹人的可是犯法的呀 可是最终 父亲还是收下了卖女儿的两万块钱 豆豆有些心灰意冷 为了不让哥哥打光跪 父亲就甘愿让自己受尽委屈 幸好还有男友站在豆豆这边 他支持豆豆将老板移告到底 可是哥哥却拦着豆豆不准他出门 此时婶婶坐着老板的车来接豆豆 要带他去将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豆豆一听就不愿意了 肚子里的孩子可是他老板的证据 可容不得他拒绝 哥哥一把将豆豆扛了起来 强行塞进了车里 到了傍晚 婶婶急匆匆地赶回来 豆豆在医院趁机跑掉了 此时的豆豆已经找到了公安局 拿出写好的告发信交给了警察 警察问他是否有证据 豆豆说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据 警察看着可怜的豆豆 心里也替他感到惋惜 按下手印后 豆豆的心裁总算放了下来 害怕再被抓去医院 豆豆偷偷地躲进了男友家 第二天 公安局的就来到村里了解情况 可是父亲却表示根本就没这回事 一定是豆豆搞错了 一旁的哥哥见了 连忙去找豆豆 要将他藏起来 警察一直不见豆豆 只能改天再来 他劝说父亲不要害怕 他们是来保护村民们的 可是父亲却说 没有人欺负我们了 不再是好人 而另一边 男友为了能让豆豆见到警察 和哥哥打了起来 豆豆赶忙上去劝家 却不小心被推下了山坡 豆豆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血水顺着他的腿流了下来 男友急忙将豆豆抱回了家 可村长却追上来说 希望豆豆不要再告老板了 不然全村人的财路就被断了 此时让豆豆痛的 不仅仅是身体 更是麻木不已的内心 刮工手术到底有多可怕 一把20厘米的勺子 简单消毒后 就直接插进了女孩的身体 女孩立即痛到无法呼吸 肝肠寸断的感觉油然而生 女孩的惨叫声持续不断 可他的哥哥却拿着 买断了他一生的两万块钱 取上了新媳妇 豆豆对家人彻底绝望 干脆搬到了草棚里 和小毛驴睡在了一起 新嫂嫂是个离婚带娃的女 可是哥哥却丝毫不嫌弃 毕竟他能娶上媳妇 已经很不容易了 为了庆祝哥哥结婚 村里的放映员来他家放电影 放映员趁机请村长办事 他想要娶豆豆 希望村长能说说情 这一切被一强之隔的豆豆 听得一清二楚 他心里清楚 父亲一定会答应这门亲似的 第二天 豆豆跟新嫂嫂一起聊天 他问有文化的嫂嫂 如果是他的话 还会不会继续告下去 听到嫂嫂的话 豆豆决定在坚持坚持 可就在这时 男友却要去城里工作了 没了依靠的豆豆 放弃了告状的想法 他心里一直都渴望 能够嫁给男友 可是现在什么都变了 现在他也配不上男友了 看着伤心不已的豆豆 男友回家就跟父母 提出了要娶豆豆的想法 谁知父母一听立即拒绝了 男友这才知道 豆豆马上就要嫁给放映云了 心灰意冷的男友 离开了山村 豆豆也面如死灰的 嫁坐他人府 可是豆豆的好日子 还没过上一天 放映云就找到了村长 要求返还卖豆豆的两万块钱 毕竟现在他是豆豆的丈夫 这两万块钱理应是他的 还要上法院告豆豆的家人 听说消息后的哥哥 立即找到豆豆 着急地说父亲被法院起诉了 豆豆这才知道 放映云要娶的根本就不是他 而是那笔人人都想要的两万块钱 一想到自己的一生 都葬送在了这两万块钱上 豆豆再也无法忍受了 他脱下了身上的新衣服 牵着小毛鱼走出了村子 就在村口 他深爱的男友正在等着他 等着他重新开始生活